那之后的所有的影片都会放在 我们云端上面的教学论坛这个连结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加进来的话 之后才会收到每次上课的影片 当然你订阅也会收到 比如说订阅没办法收到完整的 而且我的影片会有区隔 就是有上课的同学才会收到完整 没有上课只能看到片段 比如说135看得到 246就看不到 因为我会设定权限 OK那当然应该可以理解吧 没有上课你看到全部 那大概谁要上课 OK那就公益性的课程 但也不是这样 所有东西就好像说那个Charge EBT 那老师我不是都可以用吗 那我就不花钱了 但也不是这样 花钱功能更多 它上面有讲 所以慢慢你会发现 有一个固定的规则 就是如果你要用 它免费的是有限制的 但那个很多平台不见得是说让你全部都可以用 像那个什么Adobe的那个AI 自己产生图的嘛 以后你要产生一张图啊 你可以用讲的 我要什么背景是什么 前景是什么 然后旁边有什么什么 你就叙述一下 它那张图就帮你生成了 那但是呢 它那个免费的好像只有五次吧 所以你超过五次很抱歉 这个月就不能用了 OK所以呢你一个账号 一个月可能就假设了五次 我不确定大概四次来五次 我有点不太清楚 那如果你假设要用 要不然你就付钱 一个月好像就是几百块台币 OK 我好像也差不多20美吧 然后 不过学生很厉害 学生说老师我们付了那么多钱 怎么办 怎么办要是你怎么办 一个账号 这也是一个方法 聪明聪明 但问题 这个 不过他们这里还是要付个钱 大家还是要付一个费用 所以他后来以几个方法 多注册几个Google账号 有没有 然后用Google账号 就注册Adobe账号 他一个账号可以用五次好了 他如果十个不就可以用50次 那交作业就没问题了 对这也是个方法 OK 就是前提你只要 不想花钱 总会有不花钱的方法 但是如果假设你觉得这个值得的话 你就花个钱 我觉得也是合理 因为毕竟这也是人家花很大的钱 才有办法产生的结果 你知道后面要烧多少钱 你要产生一个AI 那个都不是一般小公司 可以负担得起的 因为光那个主机 一片卡 现在最新的是GP200 不要说前一代的H100 一片就100万了 一张卡100万 你说你要跑AI的话要几张卡 每个五张十张 跑不动 或者跑太慢 假如说你要好几个主机的话 你看到都是几千万几千万 OK 所以你会发现有几家公司可以跑得动这么多 不过很多公司愿意砸这个钱 为什么 因为觉得说这个是非常值得的 那目前OpenAI ChallGP是属于大家都可以用的 但是隐私问题也蛮严重的 也就是说有一些公司 他会直接封锁 他不让人家 就是公司的员工直接可以连 那主要就是说 他担心说有一些资料外泄的问题 所以现在慢慢趋势 就是说很多公司也开始在创自己的AI OK 所以其实这个需求还蛮大 市场其实商机都很大 那上个礼拜的影片 我有把它放在论坛里面 所以将来应该会得到一个完整影片的清单 清单指的是这一个 那你不能够单一个看 因为单一个看 那个YouTube好像会随机又换另外一个影片给你 就不会是下一个 那清单是会循序的 所以如果你点击清单的话 他就会给一二 如果假设我今天上课有两段 大概就两个 理论上如果上越多 底下就会好几个影片 那你就是先看完第一个之后 你再去看第二个 这样就会接着看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理论上我之后就是会有 类似的方式 那再来的话呢 今天我们就是要令 请各位呢 接下来看一个第一个范例 那我们今天就要实际上来操作 那请各位打开那个云端白板 有没有我们的云端上面云端白板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举第一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的话呢 我们资料是来自于那个台北市政府的大数据 他有所谓的开放资料 那开放资料就是说 他把那个比较没有隐私问题的资料 直接让大家都知道 比如我想要知道台北市政府 他在104年到112年这一段期间 到底治安是变好还是变不好 OK 那当然你不能用我感觉 或者你住这边很久 治安好差 我这边不好 你不能用那种很不客观的 很主观的 而且有时候你可能讨厌哪个政治人物 那因为他执政了你就讨厌他 他做得再好你还是讨厌他 我发现好像台湾蛮多的 OK 不过我们不谈政治 OK 那我们客观一点来看 所以他把所有的数据都公布了 所以今天的话 上礼拜还要开个图 所以我们是希望做三件事情 就是将来可能会有按钮 比如说我第一件事 可能就把资料自动下载 第二个的话就是画出一个图 他画图之前 你可能要产生一个统计表 利用那个统计表 自动帮你产生一个图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那我们把它画成折线图 会是比较清楚的 一看就知道 但我们主要的目标是希望把这个图画出来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比例上面哪一个区是切到按键最多的 那看比例上来看好像有人看出来吧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哪些路接到的那个切到按键最多 数量如果比较好表示的话就把它画成直条图 你一看数量就大概知道哪一些地方其实是切到按键最多的地方 那底下的话我们第一件事上礼拜有提到就是请各位第一个先到上方这个链接 或者是你其实可以到那个政府的开放平台 自己去搜寻这个关键字 叫台北市住宅切到 他应该就可以找到 不过这个我想你们你们找不要花时间 我原来我原先是怎么找 就是进到那个这个我们政府开放平台 网址的话就data.gov.tw 应该可以理解data其实就应该叫big data吧 他就data 然后点gov点 然后你这边可以搜寻 那除了那个切到按键的这些相关资料 你还可以找别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像金融类的一堆 或者是治安的交通也有 反正各式各样 大概至少在上面我印象中好像多少 几万个吧 我全部资料大概六七万个以上 那这个是中央政府开放的 那行政院大概两万两万七千多种 一直在推这边一大堆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关键字去查 所以你关键字的话可以下那个什么 住宅窃到或者窃到也可以的 理论上这边就一大堆 你可以搜寻结果 第一个就是了 那当然你说老师那我想要知道不是住宅 比如我停车停在哪里最容易失窃 这边有住宅 那如果老师我是骑摩托车啊 骑摩托车停在哪里最容易失窃 那你说老师我是骑脚踏车 有没有 或者是我走路的时候 我哪里会容易被抢夺 应该街头抢夺应该很少了吧 我不确定 不过走在哪一条街上面要特别小心 包括要哪好 好像台湾现在应该比较少这种抢夺了 好像我记得很很久以前好像有 骑摩托车有双载 然后后面有一个人就会抢人家的东西 但是这种新闻好像现在几乎看不到 还是因为现在小偷都比较挑了 小偷好像也不缺钱 我感觉现在社会福利做的蛮好的 你好像就是没有收入他还给你很多福利吧 比如说还可以去排队礼便当 会不会有人想要去排队 假装游民 之前好像有些网红 我也要充流量 就假装游民 然后去体验一下一日游民这样的 然后也会去采访一下 你为什么要当游民 你好好的 你是不是为什么你不回家 其实背后都有原因的 当然这个其实你可以如果要深究的话 可以从这上面找到很多资料 那我们主要是先针对这一个部分去了解 那未来如果你觉得这个里面蛮多你想要去找的 你也可以换个题目 那这个点击进去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它的栏位名称 所以一个表格它上面会给几个编号 按类发生日期 那所以如果我要统计哪一年的话 其实可以从日期里面 因为日期里面有年月日 你可以把年的地方摘出来 OK 然后发生的时段 几天几分发生 发生地点 上礼拜我们有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如果假设我希望得到 上礼拜我们也做到这个 那我们总共利用这一个资料 第一个我还记得吧 我先把它另存新档 它下载的是一个CSV档 所以我就可以先把它改成 我直接建议你刚才启动去 因为后面我们会直接 会写VBA程式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假设你有写VBA程式 记得一定要存成这个档案格式 如果你存错的话呢 你的VBA的程式 就会全部消失 而且就不回来 记得喔 这很重要 因为之前蛮多同学常犯错 存错档 结果资料通通不见 也就不回来了 OK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那我是建议 你把档案下载之后 第一件事 你就干脆直接存这个 这个XLSX 就是它里面除了资料之外 它还有包含程式 当然 如果你将来如果里面没有程式 你存第一个OK 不过我是觉得干脆我们就 直接直接存 那刚才把它存在桌面上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找到桌面把它存档 OK 第一步 那上面的这个讯息就不见了 因为我们就不是CSV 因为他警告你嘛 因为CSV跟Excel的格式最大的差异 第一个就是只能放一页 也就是你放第二页第三页 全部都不见了 你存CSV你一存档喔 第一页还在其他不见 第二个是如果你有程式的话 有没有VBA也会不见 OK 那我们就直接先做一个比较安全的做法 那上个礼拜好像有提到 就第一个 因为我们要解决三个问题 比如说你老板 昨天跟你讲说 你告诉我一下 第一个啦 到底治安有变好还是变不好 从104到110 现在113嘛 可是还没过完 刚才前一年112 治安有没有变好 那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有个栏位 叫做年 所以喔 以后如果你要做一些统计分析喔 你要先想想看 你的资料里面喔 有没有那个栏位 如果没有的话 很简单 变出来就好了喔 啊 如果没有的话啦 我跟你讲啦 你其他都不用讲 你你你讲再多都是多余的 OK所以喔 那你说老师我直接用年给他 他没那么笨嘛 我其实真的还蛮笨的 他没办法 OK 所以简单的方法就多一个年 再来还有一点喔 以后的话呢 你这个资料喔 建议就是说喔 就是上面是栏位名称 下面就是资料 那你千万不要用那个 很麻烦的一个功能 叫跨栏至中 因为如果跨栏至中的话喔 将来 你在处理资料 就会很麻烦 因为他跨栏至中 他就不知道说到底你 你的资料是是哪 因为他跨栏变成好几个 储存格 到底你你的想法是说 这三假设三个跨栏至中 那三个都一样 可是对以色尔来说只有第一个 其他都没有资料 OK喔 所以尽量喔 如果有跨栏至中 就是把它恢复成没有跨栏至中的状态 你在做统计分析喔 比较不容易出错啦 因为很多人很习惯用跨栏至中 反正你会发现喔 这边都一样对不对 这边都一样 那我就全部喔 这三个呢 就给他跨栏至中 然后呢 跨栏至中之后的话喔 全部都叫一个 这样 这样其实我们看OK 但是以色尔不OK 以色尔他 他会 最后如果假设你把它取消的话 其实就变这样 因为他读取的时候 他只会发现第一个有资料 下面的都没资料 OK喔 所以喔 如果你假设资料不是正确的 你就要把它变成正确的 或者说他本来不是表格啦 你就把它变表格 这样就OK了 所以 这个叫资料治理吧 就是你如果没有把资料变成一个 或者我把它称为叫正规化吧 OK 你如果没有一个正规化的一个资料结果 那后续都不用讲 OK喔 所以简单 就是把它先做出这样的结果 当然如果你不对 你就把它取消 所以刚刚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资料来的时候就全部这样 就是 那你就要想个办法 写个程式算了 马上全部变成正确的样子 不然里面也要突发炼钢了 有没有 像这个 每一个每一个错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一个区 所以上个礼拜好像有要解决 第二个把区抓出来 第三个是录接到 那分别就是一个问题 一个栏位就是一个问题的答案 那我们一个问题就可以用枢纽分析表 产生一个结果 那画成图就好 那后面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再把它转成VBA程式 一键就可以完成 所以请各位先把这边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试着把 黏这个好像我们做过了 路接也比较简单 路接到比较难 这个路接到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着把上个礼拜部分先打开 然后我们再来接着后面继续做 咱们煮羽过来 沾东西 稳 protective